上一秒才剛接完電話 下一秒又馬上回到現場 慈濟志工鄭蘇月 負責統籌栽去便當 10號清晨一通電話 不得不緊急應變 烹煮地點 接到社區的瓦斯館破裂 他們要搶修 所以6點就要把整個 天然瓦斯館要關掉 那關掉的話 務必我們的金字堂 就沒有瓦斯來源 可以去料理這些的餐盒 我們這四百塊做便利 還有便利罐 還有便利 還有塵大 還有七美 慈濟志工臨時討論應變 希望像熱食供應 不應臨時管線搶修 而斷了災區資源 緊急接到電話 來我們始終廚房 來協助緊急供餐的這個情況 就帶我來 我心裡很高興 這樣沒北京的 沒北出來了 慈濟志工梁玉美 儘管撲空前往原地點 還是願意轉換動線照樣復出 削菜 切菜 大鍋拌炒 只盼餐點過後 能讓所有鄉親放心沉澱 收到好消息 大愛新聞 珍善美志工 廖寵冠王鳳香 台南報導